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疲乏假如说是在化疗后一周之内存在 一周之后逐渐恢复 那么它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假如说这种疲乏伴随的时间长于两到三周 同时伴有血细胞的异常 肝肾功能的异常 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检测的异常的话 一定要到相应的专科医院 专科医生去做相应的处理 这时候有时候需要调整化疗方案 有时候需要给予对应的对症支持治疗 来达到一个好的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化疗是一个双刃剑 既可以提高生存 但是控制不好的时候 也会影响生存 有的患者还会因为化疗失去生命 所以一定要到一些非常规范 非常有经验的机构来进行化疗 这样才能得到它的好处 降低它的风险 从而达到一个提高生存的目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